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美国生活指南穷人版 最近在跟朋友们交流的过程当中呢 有不少朋友对这些在美国怎么查询信息 有一些疑问 其实我在前面的一些视频里面也提到过 那么呢今天再做一个比较系统的说明 首先呢就是关于这个房子这一块 在上次的那个视频里面 其实我重点讲了这个Zero网 Zero网 可能有很多朋友还记得 而且也知道怎么用Zero网去查这个房子的价格呀 学校啊 对吧 其实上次我也提到了一个Redfin 但是那个Redfin好像在当时的那个网络里面打不开 所以呢我在现在这个新的网络里面呢 我又把它打开了 所以给大家show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看 可以看看这个 首先来看这个Redfin Redfin它的这个界面其实跟Zero网是 很类似的 但是实际上它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你可以看我在这里输了一个 邮边 这个邮边对应的就是 89074啊 实际上就是 我所在的这个 拉斯维加斯的一个邮边 那么它输进去之后呢 它就会对应的 就会 出来整个对应邮边的这样的一个房子的区域 所以在美国有一个说法就是 你要问一个家庭的这个富有程度的话 直接去问它的邮边就可以了 因为它这个不同的区域 它这个房价确实不一样 像这个89074还是相对房价比较高的 大家可以看 20多万 30多万 你看还有100多万的 看到没有 这里面有一个1.25M 还有1.15M 这也算是一个富人区了 就是一个富人区 所以直接看邮边 就可以知道 这个家庭是住在是富人区 还是住在一个平常的区域 或者是住在一个平民区 通过邮边就可以了 这个查询房子很方便的 然后呢 我刚才点开了其中的一个 点开其中的一个 这是一个粮食两位的房子 总共是1140个平方英尺 这样的话呢 就相当于114个平方米 这个房价还是比较合理的 大概是21.9万 21.9万 然后它的这些信息 其实跟自乐网也差不多 它可能会后面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信息呢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就是一个叫 Laborhood Information Info 然后你可以看它有一些不同的这个信息 汽车子 还有公交 还有走路到一些地方 然后呢 它还有一些周边的这个房价的一些信息 当然它还有一些那个对应的那个Redfin的那个经纪人 你也可以直接去找他们就可以了 这是不同的周边的区域的这个房价 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参考 而且呢 我上次其实也强调了Redfin的它的这些信息 比那个Zero网更新的更快一些 就是有时候你比如说你在Zero网上看到房子 这个还在售 其实你在Redfin里面一看 它可能就已经卖了 或者是再去卖的状态 所以那这个时候你就其实没有必要再去联系了 因为它已经走那个基本的过程了 最后的过程了 所以大家在Zero网看到一个房子之后呢 可以在这个Redfin里面再核实一下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 另外呢 也有不少朋友对这个 查询这个房子所在区域的这个 治安情况 非常的感兴趣 对吧 不管是住自己买房还是租房 其实都可以在这里查到 那我这里面就推荐大家 另外一个买卖房屋的网站 这个网站呢 就叫Tulia Tulia 就是T-R-U-L-I-A的 然后点 C-O-M 我相信应该在国内 应该不需要翻墙 就可以看到这些网站 应该 像这些网站不存在什么敏感信息 大家可以时不时的看一看 这个网也是一样的 你在这里输入你想查询的区域的邮编 或者是地名都可以 地址 完全都可以 然后呢 你看我随机的输入了其中的一个 你看我点开了 我点开了之后呢 它对应的这个信息 右边的也有一些这个经纪人 然后下方你看 它也有一些总结的一些信息 房价的历史啊什么之类的 对吧 那么这里面最最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网站 它有一个 就是在这里 你看 它有一个crime 你看到没有 这个crime对应的 就是这个社会治安的情况 在crime的左边 这个school对应的就是这个 这个房子对应的这个学区的这个 学校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这个其他两个网站也都有 redpin和zero网都有 所以这个就不介绍了 这里面我们重点来看一看这个crime 点开可以看一看 你就可以知道 你看到没有 这上面的有不同的颜色 看这个右边 有一个crime 它这个颜色越浅 对应的就是这个治安越好 对吧 然后颜色越深 对应的这个治安就是越差 那么这个房子好像就在这个这个位置 颜色是一个中间的一个位置 这一块实际上治安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好的 看 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治安最不好的 这实际上就是拉斯维加斯 拉斯维加斯 你看这个在中上部这一块 这个就是那个啥 赌场大道那一块的 那个流动人口比较多嘛 然后还有downtown downtown是属于老城区 那里 那里就是社会治安不太好 因为美国它现在城市的情况都是这样的 就是越是城市中心的位置 越是老城区 它这个平民比较集中 社会治安总体来说 就没有其他区域那么好了 然后呢你看所有的比较富裕的人都都往外扩散啊 形成了这个围绕这个老城区的郊区 你看这个所有的这个郊区这一块呢 这个治安就很好了 对吧 你看这个整个下方 整个下方 它的治安都不错啊 这是整个拉斯维加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啊 所以啊 你看这个治安度的话 你就只看这个颜色 大概就知道了 你不用看这个 我看啊 就是这个数量啊 这个数量 这个这个 只看一个数值 其实是看不出来什么效果的 应该是 它实际上是涂了这个 通过这个颜色 你就可以知道到底这个治安情况是好还是坏 对吧 即使说最最安全的地方 它也不可能是零 对不对 这个只能看一个相对值 啊 而且呢 它把这个 整个治安度用这个颜色的形式标注出来 应该说是非常直观的 所以大家不妨用这个网站看一看啊 而且呢 跟你感兴趣的房子关联起来 这样的话 大家查询起来更方便一些啊 这是我要重点给大家推荐的 好 另外一个呢 就是很多朋友对这个啊 二手网就是一查询其他的信息啊 也比较感兴趣 那么实际上我在前面也提到了 像那个Facebook Facebook里面有一个啊 Market 但是这个Facebook其实啊 它的这些很多信息不是很迅速啊 我上次其实也提到了 我在卖那个二手车的时候 在 Kraxless Facebook和OfferUp上面都都发了信息的 结果呢 我我的车子已经卖了之后 那个Facebook上才有人跟我联系说 哎呀 我要买你的车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个Facebook我个人感觉用起来好像它这个信息很滞后 啊 或者说它可能关注度没有 没有那么高吧 反而我最后卖车就是在那个OfferUp上面的 卖掉的 Kraxless上是最老的一个啊 二手网站 各种综合信息都有 但是呢现在很多的那个各种垃圾信息也在上面啊 还有各种片子也盯上了 所以有时候也不太好用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可能还不太好用 你反而用那个OfferUp啊 既好也方便也快捷啊 所以呢我这里面今天在重点给大家收一下那个啊 Kraxless和OfferUp Facebook就不再收了 Facebook啊 大家都知道 OfferUp点开之后就是这个啊 它是一个APP 好多朋友也反馈说啊 不能够下载这个OfferUp 那有可能它这个啊 APP就只支持这个啊 就是非中国地区的或者是它只支持北美地区的那个啊 苹果账户啊 那个iCloud iCloud 所以大家不妨注册一个新的那个iCloud 苹果账户 然后呢在那个苹果的APP的那个商店里面去搜一下 应该可以搜到啊 然后你点开之后看各种二手东西啊 你你如果说你想搜汽车啊 或者是租房我估计也许的有人也挂出来啊 我没有留意过 我只卖了汽车啊 但是同时呢我也看到很多人卖其他东西啊 你看 任何东西都可以啊 你点开而且呢它还很多是你输入你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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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之后 所在地的邮编之后它会就近的啊 给你显示哪些地方邻里比较近啊 非常好用的一个啊 你自己在这个上面卖东西也很方便 那那也没关系 其实它有中文版的 你看点这个右边的 看到没有 右边的这个地方有一个中文版 你看点了之后 哎 它就变成中文版了 对吧 很简单的 然后这个现在显示的是拉斯维加斯 你可以显示其他地方 比如说旧金山 对吧 旧金山啊 输进去 好 就让我输进去 好 你可能因为我这个地方它它显示的就是那个 地质总地址显示的是拉斯维加斯 如果我在这里换一下 可能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换 可能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换 比如说这里 对你看 点到这个主页里面 然后你再选一个地方 比如说你选到旧金山什么之类的 它可能就到旧金山去啊 对吧 不行了就金山去了 而且呢它还支持那个 你看这上面还支持加拿大 欧洲 甚至还有亚洲它也支持 好 暂时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就不换了 这里我们重点来强调一下 你看它这个什么信息都有 服务类的论坛还有出售 啊汽车是其中的一个分类看到没有 还有找工作也有看到没有 找工作各种不同的工作啊都可以找到 然后呢很多信息在里面你点开之后应该也可以看到 好然后呢还有社区 社区里面就还有一些交友的问题啊 想找那个另一半在网上找的话也可以在这里点一下那个找伙伴啊 点击之后 当然它这里面可能就没有再没有那个中文啊 对吧 这个所以大家还是需要学一点那个英文的 对吧 你也可以在这里发帖子啊 注册一个账号发帖子都很方便的 对吧 找朋友啊 然后呢像这个房屋啊出售出租对吧 这上面其实都有你看这个求租转租短租对吧 住房这一块全都有啊 大家如果想当然了解房价的话 那个像这个刚才前面的这个几个网站 Zero网啊Redfin啊出售了都有啊 但是呢那个如果你要具体的租房信息就在这里找就可以了 其实也很简单对吧 好那么今天的这个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希望这些信息呢能再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帮助 谢谢大家的收看再见